最後我們要來看一下語音聲控囉 那語音聲控這個一樣齁 模擬器沒有這幾個功能 就是你要在體驗版或正式的 但是呢因為我們現在有叫他講話嘛 有叫他講話那就有可能又會被麥克風收進去 所以我們就搭配一個東西在這邊齁 就是我有按一下 比如說假設我找一個我們剛用到第四個嘛 假設我找第五個 我就是按下第五個的時候我才做語音辨識 放開我就不做語音辨識 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那現在我們看一下來找到遙控器一樣按鈕拿出來 好現在我就告訴他當我按下的時候 按下哪一個呢按下按鈕5對不對 好然後我再順便複製一個 因為我希望待會放開的時候 是不是就停止 所以我先把這兩個按鈕準備一下 那一樣找進階功能裡面的語音聲控 有沒有只有這幾個機目 停止的我先拿出來 因為放開了是不是就停止了 好然後呢要做這個就在這邊 來我先調查一下有沒有老師你用的是iPhone的 有老師你下課了 有老師你下課了 我沒有騙你 因為不支援iOS 很少有老師可以提前下課的 好 第二個如果你待會是用行動裝置做的話 麻煩你這個要光 因為行動裝置要省電嘛 所以他就是辨識完了就馬上就關掉 就不做辨識 但電腦上就按就好 這樣了解 好所以看您的情形 我在電腦上我就用電腦的 好第二個 我們在這邊 那我要他辨識怎麼辨識 你看一樣找這邊 如果裡面包含什麼字有沒有 所以就把它拉出來 好如果裡面包含了開燈 我就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就把燈打開 所以我拿這邊 對把它打開 這樣有沒有 好那這個機目是不是可以複製 如果我包含關燈 我就把燈關掉 我就先做這樣可以嗎 但是 在這邊如果你要做測試的話 我們通常會建議 到底他辨識出什麼結果 是不是要顯示出來比較好 因為啊 搞不好你講的他不認得啦 你就想開燈開燈 結果他錄開啊 所以我要知道他到底辨識什麼內容 我就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顯示辨識的文字 但是我現在要顯示在哪裡 是不是要顯示在遙控器螢幕上 所以我先找遙控器螢幕 遙控器的螢幕 還沒有辨識的時候有沒有 我就先顯示出來齁 就辨識 你把你到底聽到什麼字翻譯出來之後是什麼 跟我講一下 好了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是按下5 就做辨識 放開一次就停止 OK 我們來實際執行看看 停止 我按一下鍵盤上的5 按下去 第一次按的時候 老是有沒有發現 他會存去你的麥克風 手機上也是一樣 你要按下允許 好那我再做一次 不過這樣看不到他 好 開燈 沒有 欸 按一下 我這裡有麥克風 對對對 開燈 有沒有看到攀燈 這樣 這樣就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我就要靠近一點喔 開燈 有有有 有沒有關 有有有 你知道 因為我有兩個麥克風 所以我要找看看是哪一個 這樣有沒有發現 不要他變色的時候都很準 關燈 關燈 有沒有關 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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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錯對不對 什麼時候比較容易出現這種錯誤 網路比較不順暢的時候 哈哈哈哈 這樣有了解嗎 有齁 所以呢 為什麼要寫字在這邊 開燈 開燈有時候會有 開燈 關燈 有有有有 這樣有沒有比較不一樣 你看我現在是按著髮鼠沒有放喔 所以 我們如果繼續講下去 就可以上語音辨識的課了 有沒有 哈哈哈哈 好啦 所以 給老師再體驗一下 這樣好不好玩 好齁 來 還給您囉 得到 對 都是 我們